5块钱 人家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但是你可以买一碗鸡汤面 看到一个卖冰糖葫芦的 哎 糖葫芦怎么卖啊 这个里面加的是糯米 这个是豆沙 那我要一个这样糯米的 他有5块钱一个中间加的糯米 那种不加糯米的是3块钱一个 好好吃 一口点下去 这个糖块在你嘴里炸开 他这个糯米挺黏的 能看到吗 好满足 不吃了 不吃了 我们今天去吃主机架和吞面 你们猜猜我会去哪一家 营业时间早上6点半到凌晨3点 有皮蛋面 宽细面 中条面 有叶面 一细 二细 三角 四棱 龙絮 你们最喜欢吃哪一种 我要一份鸡汤面 一个鸡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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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要一个大鸡 再要一瓶老血的 货完钱会给一个这样的小票去取餐 没有一只鸡能活着离开沈阳 因为都被做成了鸡架 5块钱你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但是你可以买一碗鸡汤面 我点了一个鸡汤 水煮鸡汤面 还有一碗鸡汤面 但是我忘了给他说 我叫的面的宽度了 还点了一份榨材 把它俩搬到一块去 我看他们好像会戴着手套 把这个鸡汤给扯开 这个手套要到前台去买 但是美食博主 肯定会随身戴手套的 让我看看这个鸡架怎么拆 哦 这么简单 吃起来就是盐水鸡的味道 拆完以后 把这个榨材给倒上去 我跟我私友学的 放上辣椒 再来一大勺 放上醋 再来点酱油 拿出来走到哪 带到哪的饭盒 倒到这里面拌 让沈阳老大爷欲罢不能收的 拌鸡架 这好像没有筷子 我得到前台去拿双筷子 这个是什么面呀 鸡肉炒面 鸡肉炒面好吃吗 有点腻 我看到一个小姐姐点的鸡肉炒面 挺好吃的 但是小姐姐说 嗯 这个面 它好像是默认的是二细 但是你要想吃什么面了 你可以就是额外的点 我刚才还给你们说 那个面有多少种类 然后结果我去给他小票的时候忘说了 哇这个面好劲道 尝一口尝一口 这个面挺劲道的滑滑的 但是这个汤的味道有点香 煮它的味道 把鸡架发挥到了极致 我觉得不够味 哇小瑶自制麻辣面 尝一口 甜的 这个颜色看着有点危险 哇好好吃 这个辣椒好香 这个辣椒香辣香辣的 不是很辣 你看我放那么多也不是很辣 还比我上次吃那个麻烫的那个 中辣辣的 这个鸡架拌过以后 就像被卤过以后 辣椒的香味 醋淡淡的提鲜 还有鸡本身的香味 但是我觉得好咸 沈阳老司机的标配 一碗鸡汤面 一份拌鸡架 还有什么老血 我已经是成年人了 我可以喝啤酒了 但是那些没有成年的可不能喝 好喝 这个面条拌完辣椒以后 好香好香 没放辣椒之前 就是鸡汤原汁原味的味道 这个辣椒你就大点燥吧 它不会辣 它没有多少燥 主要是说那个味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鸡架太咸了 这个是煮鸡架还是半鸡架呢 煮过以后半的 应该说半鸡架吧 怎样有半鸡架 熏鸡架 酱鸡架 铁板鸡架 还有可多可多各种各样的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怎样人做不到的 你们最喜欢吃什么鸡架 我觉得老司机就是实惠 你看5块钱一碗鸡汤面 我在学校我都吃不到 我们学校最便宜的面 5块钱一份的好像就是煮方便面 而且这个是手工拉的撑面 然后还有这个鸡架 就是鸡架有很多种嘛 而大家真正把煮鸡架做到了极致 这个中间有一块这个 是血吗 其实很嫩 是血吗 就这个 吃不出来 我觉得这个老血好压味 就是你吃的这个满嘴都是咸味 然后喝一口老血 那个味一下子就被压下去 这个面走快点吃 你晚上会吃 它就会口感不那么劲道 就好像粉掉了一样 给你看看这个汤 我应该喝点口汤再放辣椒的 尝尝这个炸菜 好咸 没了 只剩料了 这个料好可惜 我应该刚才倒到面了 但面被我吃完了 只剩几苦头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给小药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祝大家一个老血 火龙果十块钱一堆 我要这个 这还有卖酱菜的 酱菜和土豆 那个是什么呀 大茶粥 大茶粥怎么卖呀 那三块一碗 这个回去怎么吃呀 配馒头配大米饭都行 那就能来吧 能 买了点酱菜回去配馒头配粥吃 谢谢 谢谢